一年夏天 老父辈邻村的村长老陈 叫去帮忙给杀猪 奶奶的 这是个什么天哪 真能热死人了 今年这天气 也不知道怎么了 像是下了火一样 热得要命 还半点风都没有 老陈 你们村也太远了 以后不来了 走吧 这马上就到了 老父跟着陈村长 顶着毒辣辣的太阳 走了两个多小时 心里早就热得烦躁开了 咱顺着这条岔路走 再有一里地就进村了 陈村长也知道老父 那急脾气 一直在旁边劝慰他 也不怪你说 今年这天也真是够热的 老父强压着火气 顶着一头汗 又跟着陈村长 往村里走去 正在这个时候 路边几声孩子的嬉笑声 引起了老父的注意 有本事 你也下来呀 我来了 老父回头一看 原来是林子里 有一个水塘 几个孩子 正在那里洗澡嬉戏 要不说 还是孩子最舒坦 这个天洗个澡 多来劲啊 老父看着那些 在水中嬉戏的孩子们 心里直痒 这要不是有事 还真想也跳进去 扑腾几圈 这帮不知深浅的熊孩子 可是陈村长一看那几个 在水中玩耍的孩子 脸色顿时 就沉了下来 都给我上来 你们这几个混蛋玩意儿 不要命了 紧着跑了两步 就又是喊 又是骂的 想把这几个孩子 都从水里撵走 可那几个孩子 正玩得高兴 突然听见有人喊他们 又有些意外 二少 你村长大伯 叫你回家写作业呢 哼 我才不呢 你回去吧 可看到来人 是村长大伯 而且还喊着他们 不要在这里洗澡 几个孩子 都有些不高兴了 就是 我们才不听他的呢 别理他 快走了 十几岁的孩子 正是逆反的时期 况且正玩到兴头上 不但没理村长老臣的话 还顶了两句嘴 又往深的地方 游了过去 你们这几个凶崽子 哎呀哎呀 算了 村长被这几个孩子 气得够呛 刚想上前去阻拦他们 却被老陈 就被老陈 给拦住了 算了老陈 几个孩子 大热天 洗个澡 有啥的 你就让他们玩吧 虽然大部分孩子 都怕他 但是老陈这人 真心喜欢孩子 见孩子们玩得高兴 也不忍心去打扰他们 所以就以着急赶路为由 把老陈拉着 就往村里走 走吧 快回去把猪宰了 好喝酒 不是 你不知道 这水塘它 太邪乎 就这样 两个人一路 拉拉扯扯的 先回了村 到了村长家 老陈也没磨叽 三下五除二 把大肥猪捆住了 一刀就解决了战斗 之后 村长的老婆 烧了几个菜 又叫来了两个 关系不错的朋友 在村长家 喝了起来 来 多谢附一刀兄弟 过来帮忙 果然是一刀啊 名不虚传 来 干一杯 老父为人豪爽 在十里八乡内 也算是个能人 席间 大家自然都是一番感谢 和夸奖 别的不说 这杀猪宰羊的 咱可不是吹的 可不 那绝对一绝 老父还就吃着一套 几句好话 就飘得找不到北了 酒 不知不觉地 又喝了不少 可正在大家喝得高兴时 村长的家门口 突然传来一个孩子 惊慌失措的呼救声 不 不好了 出事了 救命啊 几个人忙放下酒杯 跑来的 正是刚才在水塘里洗澡的 孩子中的一个 村 村长大伯 狗子他 狗子他让水鬼抓去了 沾到水底了 那孩子惊恐万分地喊着 刚才跟村长顶嘴的孩子 溺水了 老父几个人听完那孩子的话 心里都是一沉 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 老父率先冲向了水塘 一是老父是个热心肠 二是刚才是自己拉走了老陈 要是孩子出事了 自己的罪过可就大了 老父心里别提多内疚了 等跑到水塘边一看 孩子早就沉到水底 没影了 老父心里顿时就是一凉 随后赶来的老陈 见水塘边还有另一个孩子 在往水下看 就问起了他什么情况 二生 狗子他人呢 大伯 他让一个浑身绿色的水鬼 拖下去了 好长时间没有上来了 一听那孩子说的 大家心里都凉了 这在水下要是待上超过几分钟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你们这些孩子 这不是自己作死吗 这水里有水鬼 你爸妈没跟你们说吗 老父一听 才明白 感情这水塘 早就有闹水鬼的传闻 所以陈村长刚才 才拦着孩子 这下自己 可不就成了罪人了吗 小赵 赶快回村 叫几个人来 再找来木筏子和勾杆子 老陈怕下举人 再让水鬼给害了 吩咐着 让大家去准备木筏和勾杆子 好捞那溺水的孩子 可就在这时 大家却突然看见老父 已经脱了衣服 跑到了水塘边 老父 你这是要干啥 你不能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老父已经一个猛子 扎到了水里 不能下去啊 危险 太危险了 大家见老父 跳进了水里 心里都急得不行 毕竟他不是本村人 不了解这水塘里的 邪门地方 这万一 要是在水底下出了什么事 那可如何是好 怎么说 他也不是一般人 兴许 兴许能行呢 可大家 也都听过老父的本事 心里又难免 生起了一丝希望 跳进水里的老父 这才发现 这个水塘 真的非常深 而且水很凉 老父水性也不错 在水心一找 果然看到了 那个叫狗子的孩子 正漂浮在水中 老父赶紧游了过去 可越离那孩子越近 就觉得 那孩子的状态 有些奇怪 那孩子已经失去了意识 身体却一动不动地 停在水中 也不下沉 也不上浮 感觉非常的诡异 等再近一点 老父突然看到孩子的身后 竟然有一个黑影 正紧紧地抓着孩子 老父想看清 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就又加快了 游动的速度 可是当他看清时 虽然一身是胆 也被吓得一口气 差点没憋住 只见那孩子背后 竟然有一具 不知道在水中 泡了多久的尸体 那具尸体 浑身长满了 绿色的青苔 眼睛和嘴巴 已经烂成了 黑黑的大洞 虽然没有眼珠 但老父能感觉到 那尸体 正恶狠狠地 盯着自己 看明白了 是什么东西 老父反而 也不害怕了 一下子 游到孩子身边 一伸手 就想去拉孩子 那水鬼可恼了 放开了那孩子 立马朝着老父 冲了过来 老父做好了准备 没有躲闪 等那水鬼 冲到身前时 突然一转身 让了过去 水鬼直冲冲地 扑到后面去了 老父利用这个空档 上前一把抓住孩子 向水面上浮出 可那水鬼 哪里会轻易放过他们 在后面紧紧地 追了过来 老父一口气 也憋到极限了 可眼看着那水鬼 兜着屁股地追了上来 看着怀里昏迷的孩子 老父一咬牙 也拼了 硬是使劲地 往上浮 那水鬼浑身滑腻腻的 在水中 游如鱿鱼一般 速度非常快地追了上来 可老父 终究不是一般人 当先一步 揽着孩子 冲出了水面 大家站在岸上 正焦急地等着呢 一见老父带着孩子出来了 顿时都把提着的心 放了下来 出来了 出来了 先把孩子接上去 好好好 老父知道那水下面的东西 马上就要上来了 赶紧把孩子 交给岸上的人 大家一边接过孩子 一边询问着水下的情况 老父 怎么在水底待了那么久 那水底下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有水鬼 水底下有个淹死鬼 可能年头久了 成气候了 老父把水下的情况 跟大家说了起来 刚说没两句 老父突然觉得脚踝 被那水鬼死死地抓住了 一股巨大的力量 猛地把老父拉进了水下 老父低头一看 果然是那水鬼 那水鬼的大手 紧紧地抓着老父 可老父刚刚才换了几口气 心里一点也不紧张 不但没有急着摆脱水鬼 往上浮 反而一低头 猛地向水底下游了下去 老父小时候听家里的老人讲过 被水鬼拉脚后 不要往上游 要比它游得更深 它反而会被弄蒙了 果然 那水鬼见到越游越深的老父 愣在当场 半天没有动作 老父没管那水鬼 在水底转了一圈 从另一处浮到水面上 老父 老父 没事吧 刚才可吓坏我们了 没事 那不算个啥 等我想办法 灭了它 岸上的人 刚才见他被拖到水下 早就急坏了 因为这个水塘 几乎每年 都会淹死几个人 很多人都见过 那个水鬼 大家都替老父 捏了一把汗 老父也上来了 大家赶紧抱着孩子 回了村 好在那孩子只是昏迷了 还有气息 而老父在心里 已经盘算好了 怎么对付那水鬼 老父出主意 将狗子放在牛背上控水 果然二十几分钟后 孩子吐出了几口水 老父又赶紧把孩子 放在了地面平躺 说能让孩子接地气 果然很快 孩子就醒了过来 后来老父 按照家里 老祖宗传下来的办法 让老臣村里人 在水塘四个方位 放入了三年以上的 大黑鲤鱼 又找来了一个 铁匠常年千锤百炼 打铁的岸台 扔进了水里 据说那东西 常年接触钢火 阳气足 能镇住那个水鬼 还别说 从那以后 那个水塘 再也没有出过事 更没人见过那个水鬼了 那只能让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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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